寫這些東西之後 說老實話 因為 既然說 要想盡各種辦法 寫出讓 PHP的人看得懂的程式 其實 後來我奉行的最高原則 是 那我就寫PHP吧 反正 我都寫PHP了 那你們都看得懂 反正 反PRO和PHP 其實也已經是夠接近的 長得夠像的語言 而且PHP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來寫PHP吧 就算你不是寫網頁 就算你是寫框乍本 咖啡賴吐喔 咖啡賴吐 咖啡 不過 當然 偶爾還是會有 用PHP不能達到的事情 例如說 不知道 我其實不太確定 到底是PHP本身的問題 還是我們公司的PHP被改造的 太鬼 太 呃 太 不成的 我知道我們公司的PHP有被改過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改了什麼 我只知道Garbage Collation非常的糟糕 哦 就是說 天啊 你本來會自己改 Garbage Collation 嗯 千人改過 哦 那 平常寫網頁的時候沒什麼問題 可是如果是寫框乍那種東西的時候呢 那種 在同一個程式裡面 可能會 New 鍵 消滅掉它 再New 再消滅掉 重複個 一萬兩萬十萬次 它就爛掉了 而且它有沒有Destroy 它有沒有自己有Destroy可以用 然後 不能搶劫它Prep 非常 非常的慘烈 那種時候就沒辦法 然後 另外就是 因為 剛才說過了 我是在一間PHP公司做事 所以呢 所以呢 那既然沒有人在寫PRO的話 那 我們為什麼要升級PRO呢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升級PRO呢 為什麼要幫新的Majo呢 對 沒錯 所以 請隨時準備好 面對PRO 5.6 不要 太久了 不要 你們是同事 你們是C同事 呃 呃 會BSD 可以問你那家公司嗎 是BBSD 是外公司吧 嗯 假貨裡面還是很多用PRO的 呃 有 不過現在 現在基本上是 全面改PHP 應該 對 說現在也不太對 因為那是在我進公司之前的事 嗯 PHP PHP PHP的那個 PREATER不是走 呃 說不定它是有關 我也不知道 因為那也是在我進去之前的事 呵呵呵呵 雖然我不是 雖然 雖然 欸 不對啊 還挺 可是 那 既然 那這樣子改用PHP 再怎麼說也應該是它走之前的事吧 嗯 好吧 反正 現在這一切都很重要 這是繼承事實 嗯 我要面對現實 呵呵 我連不上欸 所以真的還有 真的還有 那個機器是5.6 5.6 5.6有意思是2000年3月 超帥的 呵呵呵 超帥的 呵呵呵 確實有機器上面是5.6 呵呵 連Nanny連DevianNanny裝上去都是5.8喔 呵呵呵 那是5.6 5.8 不是5.0 5.0 是2002年 所以 欸我上次試著裝過5.0 我被它裝不起來嗎 很害我不起 GCC都改版來C都不一樣 呵呵 真的 欸等一下 2002年的時候 我好像還沒有開始解剖 欸現在講到哪一張 喔 現在在 現在在 哪一張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剛講完第七張 剛講完第七張 Sorry 我要怎麼抹上一頁 左右 左右 不行啊 不然就可以了 對啊 他爆炸 我覺得剛剛Henry是電人被騎掉 謝謝 剛剛說過了 既然在這裡寫PHP會遇到各式各樣的難題 而且 你還有各式各樣的限制 所以 就來寫PHP吧 然後 就會看到 看到偶爾出現一些那種 寫PHP的人不可能 是 平常正常寫PHP的人不可能需要的語 那種 一看就是 深層PHP影響的人寫的 像是 現在是 現在第九張 像 最上面 最上面那個 鬼異曲是 平常 寫破的時候 有八 鬼異曲 買八八 只有八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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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一開始進公司的時候,我們舉了第一個城市裡面,中間第二段的那種很大 可是,事實上,我在公司裡面看到全部都是第三種圓發 有三種圓發 Kiss等Array這樣子,然後叫VoyageKiss啊,是Kiss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有點是那個文化Style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KIRL裡面常常比較會常常出現說,一行裡面會比較好指令這樣子 比較簡潔的做法 我不知道 你的螢幕太小了吧 人生招都賠還 anderes denn我講說明明就只有兩種 kto 如果I'mكر Then我下…按下就下業了啊 這螢幕太小了吧 哎呦 便看著四式 又發現 沒有啦,這台工的只能插進口袋裡面而已 幫他變小事啦 都用二分之一來 只有氣勢才看得好 其實這是比較主要的東西 或者是偶爾會在看透的時候 看到變速名稱裡面出現hash這個字 除了在Pro以外的地方 不可能有人用hash當作變速名稱的 或者後來寫一寫的時候 也遇到一些那種 這個東西看起來和Pro的東西很像 然後就直接用 然後就發現中了陷阱 那個Function其實 在細節上和Pro不一樣 我覺得最經典的範例是 第十一頁那一個 那一個三元算數 請...呃...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我第二個鞋 把...多加了一些掛號 對...我主要去不一樣的 沒錯... 你如果沒有那些掛號的話 你會完全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用這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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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用衣服最好 這是PH 可是太多行啊 我完全沒看過這個 不會啊 這是PH 是...下面的是PH 所以PH 你看你寫出來 一、二、三、四啊 那你用衣服會差多少嗎 我覺得不會 可是有五個條件的時候就差了幾個 對... 五個條件就不應該是用衣服啦 不是吧 對啦... 你這個是說你只有兩個條件 你這個是說你只有兩個條件 而且五個條件的話也不應該用這種衣服啊 哈哈 這種衣服是用在一個很單純的判斷案師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說 有很多工具或有很多衣服可以讓你用 可是並不代表說他可以做得到 那你就這樣子用 因為有時候就是一種 就像你說的 他是一種陷阱 其實這不是一個... 我們Pro喜歡聽頭啊 哈哈哈哈 所以PHP的指導已經... 所以你的目標如果是說 要讓大家寫出來的構思 讓大家看得懂的話 那你就應該摒棄這種方法 連簡單的方法也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這是我的認為 如果你的目標是寫出一個 讓大家都看得懂的 那你應該摒棄這種方法 嘿 如果你的目標是這樣 如果你的目標不是這樣 那當然不是問題 我跟著 所以如果掃棄這種方法 他會是True嗎 我看一下 我無法猜到第二種可能的Priority President是什麼 所以他把第一個帽號 後面加上這個 然後後面就... 還是要從後面開始 那你們會不能放 他會怕是錯的 真的嗎 現在這一個嗎 出場嗎 然後把這個貓貓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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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靈氣在PHP裡面 因為... 因為... 你在C裡面 你在... 你在其他語言裡面 他都是用另外一種算法 只有在PHP裡面不一樣 沒有 我是覺得說 你的目標是這樣的話 在你任何語言也一樣 C也一樣 你應該要問這個語言的細節 對 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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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ambiguous 它有兩種寫法 對 所以我先就把它寫成 問號 問號 他只有一種寫法 為什麼 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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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類型的 對 對 那... 可是... 欸 他也喜歡 所以如果你有三個的話 你就把... 又把問號寫入起來 又把問號寫入起來 然後... 我沒有寫到三個 我只反而就是... 可是那個時候 你都變得很失眠 然後... 腦筋都變... 就是... 就會很難懂 真的耶 如果是一的話 就去跑出來 會是小魚洗耶 跟特爾會是小... 是小魚 所以才... 先看後面的 對 你看到嗎 繼續... 繼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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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繼續... 其實... 也不用繼續了 因為... 這最後一張 蛤? 不是有18張 好... 後面... 後面的是... 後面的是... 那個... 草稿... 草稿階段被我丟棄的東西 哇... 喔... 而且你要END 再遞一下第四三張 所以會... 然後我發現... 就會這樣嘴吃了 會... 會以為還有動畫 會A之後 會秀出別的東西 因為... 因為那是草稿階段的東西 哦... 所以...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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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只有... 所以說我只有... 在技工師寫的第一個程式裡面 用這個語法 然後... 然後... 採裝陷阱之後 後來就再有沒有用了 所以... 所以... 而且... 因為... 在... 在這裡面寫Pro 實在是... 就... 除非是萬不得已的狀況 其實幾乎都不會寫Pro 所以說... 整天公司都沒有在用Pro 好相信 好相信 好相信... 所以裡面不是最大的Pro 真的嗎? 因為... 最大的問題就是... 盡可能寫出... 從事看得懂的 就是... 哪一天... 哪一天...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